我在大学期间做过很多兼职 当过舞蹈老师 也做过舞蹈演员 我就是想找一个销售 我想从这儿做题 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吃了该吃的苦 老了以后可能就会想该想的福 但如果你在该吃苦的年龄 没有吃苦的话 我觉得长大以后 会比现在还要苦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一股空气 张岳 22岁 吉林人 本科通话示范学院 药物技技专业 就是一项管理培训生销售市场 大家好 我叫张岳 今年22岁 来自吉林长春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 我即将于今年6月份 毕业于通话示范学院 药物之际专业 在校期间一直是学生干部 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 每年的校奖学金 教三好学生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 希望寻求一份管理培训生的工作 输出方向是销售或者市场 第一项是销售 谢谢大家 你好 穆岩 你的推荐理由 因为张岳曾经 花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迅速地学舞蹈 然后就开始教别人 对 这反映他快速地学习能力 以及他的勇气 因为我联想起我当年 曾经花一个星期 快速地学习的意大利语 然后就开始教别人意大利语 还是挣到了钱 所以 误人子弟 咱们两个人是心有气气焉 所以我严重地推荐你 对 只能说明 沐总和这位选手身上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对学生不负责任 没有 是因为我们 快速成长老师的速度 是你无法想象的 怎么看都不像 药物质疾专业的 但我绝对不是 舞蹈艺术专业的就是了 有点像 我在学校 其实大家虽然我不是学霸 但是我学艺还是很好 大家还是觉得 那说一下你的学习成绩 我在学校一般的考试 都是前三名 这么厉害啊 对 这没看出来嘛 人不可貌相 对 那为什么不求职于 本专业的这个岗位 首先对药剂这个行业 其实是自己没有 我发自内心的喜欢 那为什么要选他 当时选这个专业 是因为姐姐在通话的修正 然后干得非常好 一切都是为了安稳的将来考虑 所以莫名其妙 选了一个药物质疾专业 你并不喜爱 由此而浪费了数年的时间 但我觉得大学是一个 修生养性的过程 是吗 你修了什么生养了 什么性呢 我就觉得第一个是入学生会嘛 然后知道了怎么和老师 和同学就是有一个团队的精神 学会了团队精神是吧 养了什么性呢 性就是我以前的性格 可能比较张扬跋扈一些 现在不是吗 现在绝对不是 现在是怎样 就是人若犯我 我可以忍三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是吧 不不不 人若犯我 你咋的 我可以忍三分 你可以忍三分 但是人如果频繁地犯我 我就得斩草除根了 斩草除根啊 怎么样 我就想听你怎么样 嘴巴 还是要扇人是吧 还是要扇人 就是说他会动手的 张岳我问你一下 就是这个 因为你想要做销售 你的经验的话 你暑期的话 在专柜做个导购 所以我想问这方面的话 比如说你的销售业绩是什么 你大致的话 觉得在销售方面 你做的最牛的事是什么 我做的 当时做导购的时候 我的销售业绩是第一的 我觉得首先 你的第一的成绩是如何 不要动不动 说是第一的 五千多一点 那你觉得 为什么你能够卖到第一名 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不不 还是有 掌握消费者的心理 还是你比较积极主动 哪方面的原因 造成你卖的第一 第一个我积极主动 第二点是我 就是态度特别和蔼 特别 就是第一放得特别低 亲和力强 对 亲和力强 然后第三个是 我是真心为消费者选衣服的 同理心 这叫同理心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对 有顾问 还有呢 然后第四个是我 不嫌烦 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让我 给他选衣服 有耐心 对 应该是这四一点 很不错 那你应该积极地干下去 我觉得商场导购 家里也不会同意我干 我跟孟总谈的时候 说我做销售 但是我不想占柜台 你为什么不想占柜台 我觉得占柜台 社会地位很低 何出此言 我觉得站柜台首先就 我家里不会同意去 怎么社会地位高 找什么样的工作 他们其实家里是希望 我找文员的工作 找文员的工作 文员就比这个 站柜台的要高人一等了 他们觉得很轻松 然后觉得女孩子 就应该那样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不是 我是想做销售 我觉得销售这个 整个行业 可能社会地位就不是特别 就是基层的来说 就不是特别高 大家一听你说 你是销售 可能就心里就有一些打鼓 然后我为什么选择销售 我觉得一个应届毕业生 就应该吃点苦 我不是怕吃苦 但我觉得 如果我去占个专柜的话 我是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学到的可能就是 我当时做导购学到的 为人处事 跟人交流 对人和善 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以让我再学习的东西 你说话有点自相矛盾 你一方面说 做柜台销售 自认为社会地位低 一方面你又无法描述出 你所认为的高大上的所谓的销售 面对的群体销售的方式 乃至于工作环境 其实你是有的 请把它说出来 第一是我确实是不想做柜台销售 但是第二 就销售的种类真的分很多 我知道有大客户销售 就拿这个大客户销售 我希望是 你想做大客户销售吗 就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对 就是想做管卫生 就是想明确自己销售哪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站柜台的人 他们的第一形象非常好 他们可以得到晋升的机会 而且有很多的人收入很高 我们有很多的营业员 这个就站柜台的 可以收入一万多 但是东京 我觉得这个 专门比较唱高调 因为不管他形象多好 他一个月可以挣好几万 在整个社会看来 站柜台的销售 比在58通城工作的大客户销售 就是低位低 未必是这样 因为其实在一个好的企业里面 它有晋升的渠道 它有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我是讲销售这个职位 整个社会的观点 和你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 我来总结一下 所谓说坐柜台的认为 社会低位低 但是要知道 从古至今 掌柜的 本来就是总经理的位置 都是从店员 从柜员开始做起 所以说站柜台 可能工作低位低 并不代表社会低位低 还是那句话 人无技巧高下之分 只有境界优劣之变 第一轮了解基本结束 大家进行第一轮选择 好吗 来 请开始 韩树的袍总 你为什么要灭灯 你一般第一轮从未灭过灯 对 我很少在第一轮灭灯 而且我觉得他一上来 其实他的形象 对我来说是眼睛一亮的 我很想要慢慢培养他 做销售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做销售 最重要的灵魂 就是销售你自己 但是从你上台到现在 你自己的卖点 都没有清晰地展示给别人 所以我很难相信 你未来如果从事销售的话 你很难把东西销售出去 我也在第一轮很少灭灯 原因在于说你刚上台的时候 对自己工作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认知呢 其实不清楚 这样会导致你内心在跟别人去谈判的时候 会打单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很自卑 你没有办法去迎娶有目标感 那么你会觉得社会地位比较自卑 可能我可以做销售吃点苦 但是我不是想要去怎么样 我觉得张悦你也不用太担心 其实你的内心的自卑 这种自卑是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 我告诉你 财富五百强很多企业的企业家 他都那么有钱了 他还靠着他那点自卑 继续去给自己动力 你知道吗 谢谢老师 接下来在一段火辣的舞蹈当中 好好地表现自己放松 让沐吟配合你 对 我跟你学来 好不好 接下来竞逐舞 天生我有在 这个挺不错的 怎么还是阳哥的动作啊 沐妍 哎 竹林老师啊 我们这里头有一个 跳舞天分特别好的段东老师 我觉得段东老师学一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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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东老师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段老师 段总起来 段总不要谦虚 来吧 我都已经变成了还算吗 这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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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段总以前是西单舞王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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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要再学吗 你的舞蹈让我想到四个字就是 城管来了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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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才展示的才艺呢 其实对你这个销售的话也是加分的 那首先呢 我问一下你关于销售方向 你自己的一个喜好 因为销售的话我们知道说有大客户的销售 有渠道的销售 还有面对终端用户的销售 你更感兴趣的是哪个方向 可能是大客户销售吧 因为就对那个两个还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大客户可能就是跟人接触的这样的好像 诶 张宇 你今天一直在提大客户销售 不好意思 我问大家黎清哥盖你 因为我只知道这一个 对 那你跟我们说说 你理解的大客户销售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优胜教育的那个陈总 他是做那个教育的 他的大客户是家长 我不知道大客户是不是家长 你认为这个是大客户销售吗 这是大客户吗 不 我只知道它的销售 它应该是对家长 你认为的大客户那个大是指的什么 是年龄大 还是金额高 还是场地大 反正就是大 不 我觉得大客户在我 就比如说大的机构可能 其实很显然他并不了解大客户销售 其实大客户销售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一个B2B的公司对公司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销售额比较高 这个他也是我像通灵珠宝 可能是对个人的 但是他也有大客户 那还有一个呢 他就反复地重复的一种消费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大客户比如说工对工的消费当中 有这样的遇到这样一个难题 就是有一些大客户 他可能只有晚上有时间 在酒桌上面要谈成这个生意 但是你的男朋友呢 他不愿意你去做这样的工作 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觉得你可以说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我说 你晚上去啊我也可以 但是不要越过一个道德的线就好 就是为了我的销售 我可以做就是任何就是多低的事 但是我不会 什么叫多低的事 很累的 很累 早上去对 然后晚上又拜访 那不叫低啊 只是很累而已 然后他可能又骂你又怎么样了 这我都可以接受 甚至没自尊 对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能越过道德的底线 你所指的道德的底线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清楚 就以身相许 对 是吧 张悦我来问你 我想考一个 因为本身优慢的话 我们是有大客户的销售部的 所以的话我想考你一个这个现场 一个大客户销售能力的一个例子 9月教师节跟这个陈总说 这个我们想那个教师节你们团购 我们的优慢进口羊毛被 作为给教师的福利 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跟陈总说 现在开始 陈总你好 我是优慢家访的张悦 你好 你好 那个现在快到9月10号了 请问你们那个老师现在也都那个 都挺累的 就教师节了 有没有什么意愿想给老师订点什么东西 慰问一下呢 有啊有啊 我们现在推出一个团购 然后正常市场价是卖多少钱 市场价是卖1000元的 我们市场价正常卖1000元的那个棉被 那个四件套 羊毛被 羊毛被 那现在就团购的话 只要你400到500 然后你可以给各个老师送去温馨 送去爱心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礼品很高大上 你觉得有没有意愿呢 有意愿是有意愿 能不能再便宜点 100 我们就200万预算 那我们 摊到每个人身上就100 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买一部分的那个棉被 然后送给一些就是 就当一个奖励的方式送给一些 那剩余的人怎么办 那剩余的人怎么办 剩余的人怎么办 剩余的人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 可能低一点的棉被 也是一样的 这事我得考虑考虑 要不然咱们晚上再谈吧 那请问 那请问陈总 你晚上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那个晚上下班 我跟我同事一起吃饭 当然你来找我吧 那大约几点 我给你打电话合适的 你们几点下班呢 10点左右吧 你们下班真的好晚啊陈总 我昨晚12点下的班 我这没给你打产 行 那我10点再给你打电话行吗 你就10点直接来吧 就我们楼底下那餐厅 行 好 不用你买单啊 我自己买啊 行 谢谢陈总 好 现在是10点了 下班了 现在我们就在KTV包房 不是饭店吗 他正在那儿 他正在那儿嘶吼 你现在推门进来了 陈总 你还记得我吗 下午打电话那个 那个 我是优慢家坊的张月 先别说先喝一杯吧 累了一天了 喝一杯 好 来一杯 喝了一杯之后 你酒量不错啊 你一般几斤的量 我好几斤 好几斤啊 我们就200万预算 啥也别说了 一杯10万 20杯 不好意思 陈总 我们是一个很正规的 优慢家坊的企业 一杯我还是可以多 但是20杯就喝不了 真不好意思 你看我这20杯也太多了 你这一杯100万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我前天就碰到这么一件事 我下了班一个做公关的 堵着我们要做我们一个活动 40万 不多啊 当时我也这么跟他逗的 我说你喝了 40万我给你 一大杯酒 他说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陈总 你想喝这个牌子的 我给你买两箱送到你家 这杯就免了吧 所以你不一定非得用那种方式来 我觉得我当然 还有一个 其实我就是特别想问你 陈浩他很气贼的问你说 但你不用买了啊 对 我那话是有含义的 你怎么理解 所以你会有反面 你真的谢谢他就不买了吗 你怎么理解 那你怎么理解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 他说 但你不用买了这句话怎么 我就礼貌地说声谢谢 在做销售呢 其实你不想 什么道德底线之类的 但是所有这种话里话外的 这种弦外之音 你就都要 行吧 其实我来点评一下 期望的是把他做好 你要有保护好自己的能力就足够了 不要把这个社会想得这么灰暗 我没有想要 你要笨的是业绩目标 达成业绩目标上 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 不单是人性的交锋 所以你应该拿出自信 来吧 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张岳事事未深 很多事情呢 你不了解 但这没有关系 关键是张岳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他急躁 他很急 欲望很迫切 那么这种迫切 也会让他蒙住自己的双眼 无法控制住自己 以及了解事物真正的底线和走向 这容易出现大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做第二轮选择了 好吗 来 第二个选择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请五位老板提供职位 我一直在台下静静地看着 其实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根本就不适合做销售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那个行政助理 可能重点是做我们一些员工的活动 张岳我觉得从刚才按理你的表现呢 你还是有销售的执着 但是你缺乏销售的经验 销售的技巧 以及应变的能力 那这块的话 我还是愿意给你提供这个机会 在我们大客户销售部的话 做大客户的销售 我们也会有资深的销售总监来带你 那我给你的岗位就是 我们北方区的销售 渠道销售助理 主要是 并不是在柜台上面 主要是和一些商场里面做销售 把我们的专卖店开进商场里面 我们对销售技巧要求很低 其实只要你学习成绩好 能够做好学业分析就行 因为我就留意了 他说他考试一支前三名了 那刚好我们有一个 我们集团有一个少年游项目 是做游学的 边玩边学 而且又是跟孩子跟家长打交道 安全度很高啊 不用喝酒 所以这个项目 去做这个项目的销售顾问 乐货网现在能提供的 也是管辈生的岗位 但是是两个方向 也跟你的目标方向差不多 一个就是买手助理 你自己也有过相关的实习经验 有可能这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另外就是市场方向的助理 所以这两个方向 在你现在自身的特质上来看 是有这个潜质的 考虑灭掉三盏灯留下 立下来庆祝 弹琴不上感情 请两位双心进来 请揭晓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对于他们给你的薪水 我想问一下 你这边有加号吗 有绩效什么的吗 有加号 因为整个正是在一个买手组系统里面 那么大家是整个团队来配合 是团队看绩效 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加号的话 是销售的提成 就是搭客户销售的话 会根据你签单的金额 直接按比例提成的 那这个一个销售感 我想你可能也知道 就其实底薪的话 仅仅是一小部分 你的收入的一大部分 应该是来自于你销售的提成 而且这种提成的话 是上不封顶 完全看你根据你的业绩情况 可以了吗 可以 15秒钟考虑 开始 我选择谢谢再见 如果一般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提醒选手 你的选择是这儿 这儿或者是谢谢再见 他可能还会想到谢谢再见 但我没有说 他居然想到了谢谢再见 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了谢谢再见 就是 这太让我惊讶了这个 他的管培生的工作 是时尚买手 然后我对这个 就真的不太熟 然后 大客户 大客户的薪资 跟我的预想的最低薪资 是不符配的 你本来的最低薪资是多少 14000 我告诉你 我只想告诉你一点 我今天整个 整个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所感觉到的就是两句话 真话如果只说一半 就是弥天大话 个性如果过了头 就是欲盖弥彰 女人可以口是心非 但在这儿如果口是心非的话 吃亏的是你自己 这就是我对你的建议 谢谢再见 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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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买家坊 的老总 对我的销售感觉 我觉得薪水已经太低了 然后我觉得一个老板给你的薪资 其实是在看他对你能力的肯定 他其实是 他可能是看我的人给的我的这个 他根本就没有觉得我有能力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也不想耽误一个老板的眼光 是呀 对